各位朋友,我現在正在明珠西路這邊 也就是花博園山旁邊 現在是四點半 那我是剛騎到這邊 準備要往老地方前進 好啦,今天是禮拜二 那我的這個 新的燙獎次數也出來了 讓大家看一下 沒有錯,60燙齁 嘿嘿嘿嘿 完蛋了 哇,二三四這三天要充60趟 等於一天要充20趟出來 哇,這真的是挑戰很大 這個是非常大的挑戰,我覺得啦 所以我預設很有可能 這個60趟我這個禮拜 這三天可能會跑不出來 所以那麼在這樣狀況底下呢 我的心態就是佛系來啦 佛系送啦 所以那我也就不急的就是一定要 去把這個單把它充出來 啊,也只能這樣子啦 那我現在還沒上線齁 我要把它上線一下 啊,那麼 就慢慢往老地方前進吧 呵呵呵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雙連站這邊齁 啊 剛好因為路過一間這個彩券行齁 那我有一張彩券齁 就威力彩啦齁 就是大概在 兩個禮拜前買了吧 然後我一直忘記要來 這個 要找彩券行對獎齁 結果我剛來對了,沒想到 中了一百塊 威力彩,花了五十塊 然後買了一張 結果就中了一百 也還不錯啦 就是個 小小的意外之材 還蠻lucky的 好,然後 欸 因為我是決定 佛系接單啦齁 所以我就是順其自然的接齁 不過原則上來說,要是跑太遠 我可能還是會放棄啦齁 這樣子 所以我 就 我就用這個 就是 手動接單齁 這樣 看看手動接單的狀況怎麼樣齁 好 好,各位朋友,我接到一單龜季 所以現在要去龜季取餐 好,各位朋友我在星天宮旁邊齁 好,因為我剛送一單到這裡 呵呵 然後 現在是 5點41分齁 我已經跑了五趟 因為今天本來就 態度就是比較這個 因為反正這個趟牆跑不完齁 所以今天也是比較偏向 佛系跑法齁 正正看這樣子 反正就拓展新天地啦齁 大概是這樣的心態 好啦,我要過馬路了 好,各位朋友,我現在正在往光復南路的方向走齁 我剛在這個 在那個哪裡啊 靠近那個龍江路齁 龍江路明泉東 對,靠近龍江明泉東齁 那邊齁 接了一單齁 這單還蠻大單的 這個店家呢,找了四位 四位這個司機 來分他們的單齁 那我是第一個到 我是第一個到 這樣子 本來想說 我第一個到 那我是這個單可以拿少一點啊 結果沒有 大家很平均 我這個單真的是非常的大 30盒披薩 各位朋友 30盒披薩 那 那我就拿了8盒齁 所以我現在有8盒披薩在我的這個大包裡面 那 真的是硬塞啊 把它就是全部往裡面塞進去這樣子 那 那 那 我講老實話 我很擔心那個 披薩到那邊齁 就 變形或鬆散 這樣 有點恐怖 我已經盡量小心的騎了 如果 就 看天意吧 好了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看一下披薩 這邊齁 1 2 3 4 5 6 7 8 塞得滿滿的 還好不大啦 不然齁 我可能就塞不下了 好啦 那我現在要送上去啦 來這邊收餐 這邊叫做空馬 要過來的時候還在想說 欸 他寫台式的 怎麼會是空馬 結果是空馬 哈哈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 星光南西這邊齁 我剛剛送最後一單送到旁邊 這樣 頂太風還不錯 這一單還滿肥的 好 現在是8點28分 那我目前已經跑了 17趟 我差3趟就20趟了 就可以打這個 打標 不是低標 因為我今天並沒有替我自己設標 這樣子 所以 我有點想就是說 不如我就在這邊再等等看 看會不會再等到三單 這樣 那有等到就等到 沒等到就拉倒 反正我就等到9點 這樣 8點28 那今天 今天蠻有趣的 今天蠻有趣的 今天解了成就 解了這個 超級大單的成就 這個30盒的 呦 單到了 單到了 各位朋友我要去取 取餐了 欸 系統蕩器 正常在那個 恢復的時候講一下 今天解了成就 超大單的 三十盒的披薩 喔 四個人去取這樣 這樣 一個人就 八盒 店家是這樣算的 那三十盒 怎麼會是一個人八盒咧 不管 可能是有一個人 要拿飲料吧 不曉得 反正就是 八盒的這個 披薩 塞了滿滿的大包 喔 所以算是解了一個 新成就啦 喔 好啦 系統好了 那我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公華數位 新天地這邊 我已經下線了 現在是八點五十六分 那我今天只跑了十八盪 我剛剛在那邊 在那個老地方 等到一單 結果跑到這邊來 哇 超級遠啦 然後跑到這邊的時候 系統又再丟一單給我 取餐要三點三公里 我一看 我就直接把他鋸掉了 不管啦 光取餐就要三點三 哇 那送 不知道送到哪裡去喔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放棄 所以我送完餐之後 我就直接下線了 那今天就 跑步滿二十啦 跑十八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啦 反正要是 這個 這一次六十燙的這個 燙獎拿不到 就 就算啦 順其自然吧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已經 有點超過我的極限了 四十五還可以 六十真的太多了 那就先這樣子吧 我肚子有點餓 我要去吃飯 明天繼續